北京时间12月5日消息 芝加哥公牛主场91比113 布迪克利夫篮骑士 公牛已遭遇90败 拿到13分7篮板的新秀劳力 马卡宁是公牛本赛季不多的亮点之一 可在骑士的老将面前 他却频频吃亏 这位菜鸟被老兵们上了一堂NBA教学课 以公牛的阵容和实力 他们想要终结骑士的连胜势头几乎不可能 人们所期待的就是马卡宁会有何种表现 因为他是今年新秀中表现较为抢眼的球员之一 另外詹姆斯是马卡宁的偶像 在球场上与偶像交手 这应该也会给马卡宁更多的动力 可是不知道是遇到偶像有些太过紧张 还是其他原因 马卡宁没有打出应有的表现 这也是弱了公牛的竞争力 詹姆斯在比赛中曾经扣丢了一个球 马卡宁也用同样的方式致敬偶像 半场结束前 马卡宁持球从底线突破 轻松过掉克劳德后 他起身准备双手爆扣 可是球却鬼使神拆的被篮筐给骂了 这让身处篮下的队友洛佩斯看傻了眼 没准备去冲墙篮板的他只能低着头跑回去防守 以马卡宁的身高和运动能力 这个球要想扣入并不难 可能是他太想去表现自己发力过猛 反而导致球没有扣入 与很多新秀球员相似 防守是马卡宁的短板 这让他成为骑士重将士攻击的重点 首节开始后不久 勒夫持球单打马卡宁 一个假动作就把马卡宁骗得跳起来 准备封盖 勒夫趁机靠上去骗到犯规 同时把球打进 他用这次打三分好好的给马卡宁上了一课 第三节开始后不久 勒夫又一次在马卡宁面前颜色得分 面对马卡宁的防守时 勒夫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看到勒夫打得如此起劲 维德也按耐不住 第四节他得到机会单打马卡宁 维德用连续的假动作晃动轻松甩掉马卡宁 一记漂亮的转身后仰跳投命中 两人的这一次攻守对抗 看起来就像是在训练场 而不是赛场上 维德在亲自示范告诉马卡宁应该如何防守 作为一个新秀 在詹姆斯 维德乐夫这些明星球员面前吃扁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马卡宁来说 他需要的就是从与这些明星球员的对抗中学到东西 积累更多的经验 这样他才能在赛场上有更好的表现 马卡宁是公牛寄予厚望的新人 他在NBA赛场上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他所需要的就是更多时间的积累 这样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MELODY MELODY